MA移动平均线 1.简介 移动平均线利用统计学上移动平均的原理 将一定期间内的股价相加并加以平均 得出一个平均值 然后将其连接取得至平均线 即为移动平均线 MA5、MA10、MA20、MA60、MA120、MA250 分别对应着5日、10日、20日、60日、120日 250日的股价移动平均线 2.计算公式 移动平均数采样天数凯股价合计采样天数 3.应用格兰币八大法则买卖股票的时机 格兰币八大法则 以移动平均价位与当日价位之间的关系 作为判断行情的依据 3.1移动平均线从下降逐渐走平 而股价一字下方突破平均线时是入货讯号 3.2平均线持续上扬 虽一度接近平均线或跌破平均线 当股价再度站上平均线时是入货时机 3.3股价在平均线 股价突然下跌 但未破平均线 当股价又在上升时可以加码入货 3.4股价走势低于平均线 突然暴跌远离平均线 乖离过大 股价很可能会再度去向平均线弹生 也是入货讯号 3.5移动平均线上升后保持平行或下降 而股价由上往下切入时是卖出讯号 3.6股价上升突破平均线 但马上回到平均线之下 而且平均线持续下跌时是卖出讯号 3.7股价比平均线低 当股价上升 未达平均线即回跌的情况下 是卖出讯号 3.8股价直线上升 突然暴涨 正乖离过大 很可能会再下跌 趋向平均线 未迈出时机 4.特色 4.1平稳 不会向日线大起大落 通常是缓慢的升降 4.2安定 MA通常在涨势明显后 才会向上延伸 股价明显下降后 才开始走下坡 但是安定性越强 相对的反应也较迟钝 4.3趋势 可以反映股价走向 具有趋势性质 4.4助长助跌 当股价由下向上突破MA MA则变为短期支撑线 当股价回跌至MA附近时 为入货时机 此为MA助长的作用 反之 若向下突破 MA极有助跌的作用 3.4到家